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封面開始慢慢減弱了 週日在台灣的雨次會慢慢的減緩 那還是有一些局部 偶爾有一些短暫性的鎮雨 但是跟週六相比 緩和會更緩和 請大家好好珍惜 週日的母親節的這個假期 那下週一晚上 另外一波封面會開始接近 又會變動了 那這一波封面會比 這兩天的封面 這一波還要來的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這個雨勢越來越大了 這波的封面非常的長 各位可以看從縱南半島 一直拉延伸到這個日本 這是一條很長的封面 這個來說的話 是真的是有梅雨封面的架構了 但是梅雨封面呢 就看我們怎麼定義了 還要看整個新蘭季風 那這一波呢 老實說走的還蠻快的 一兩天而已 所以嚴格來說的話 他還不算是我們梅雨 以前的這個定義的方式 但是很有這個樣子出現了 那這個這樣的態勢呢 其實也造成了說 不穩定的區域 就冷暖空氣交界 第一個是冷暖空氣交界 它就會讓這個區域很不穩定 有一個溫床 就很容易有這種對流包發展起來 像這兩天呢 就是對流包不斷的移入 然後伴隨著閃電 那未來呢 其實這個禮拜六呢 封面在南移的過程當中 禮拜天呢 預期是有一個空檔的 但是台灣附近還是有很多水氣 所以預期呢 這個偶有短暖性陣雨 但是天氣是轉好的 但是下禮拜一 晚上開始 等於是好天氣禮拜天 一直到禮拜一 禮拜一晚上開始 另外一波風雲接近 那這一波呢 可能會把這個封面的位置 壓到台灣南邊 巴士海峽附近 所以這個 這樣的情況看起來 我們台灣是天晴的喔 可是各位要留意 這個時候我們台灣南邊 水氣就變很多了 如果吹的偏南風的話 這個其實下雨的機率就很高了 可能午後陣雨的機率就很大 所以預計呢可能到月底 五月二十幾號前 這個這段期間 其實天氣變化都還蠻大的 這一兩個禮拜 都是天氣比較不穩定型的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那可能到 端午節前後 其實這樣連接在一起 其實還有封面又會在發展 所以 未來的天氣老實說這個 可以說是用就是比較不穩定 來形容 就從下禮拜開始 所以請大家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就要把握好天氣了 那禮拜六的天氣呢 大致上各地的封面 是明顯的一個往南移的過程 各地都有一些短暖性的陣雨 當然是以北部 中部以北是比較多 那這樣的情境呢 預計呢在禮拜天 會好一點點 禮拜一天的水氣會更少 但是靠山區 還是偶有一些零性短暖性的陣雨 或是靠山區的邊邊 有時候這個飄在一朵雲 就容易下起一點點的雨 那下禮拜又有點變化 所以我們看一下雨勢的變化 禮拜天還是有些短暖性的陣雨 但是在轉型的過程當中 然後禮拜一會更好一點點 但是禮拜二 各位就注意到 禮拜一晚上到禮拜二 這個封面的這個降雨呢 可能會全台然後都不小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那預計呢會持續到禮拜三 禮拜四會緩和一些些 那在禮拜六晚上的天氣呢 大致上各地都還不錯 但是就是雨啦 就是下雨 禮拜六晚上的天氣就是下雨 請大家留意 但是這個雨呢 是在緩和的當中 緩和的當中 那禮拜天呢 還是有可能會下雨 但是這個下雨的機率呢 跟禮拜六相比會好很多 雨勢呢是在減緩當中 有機會呢會轉勤 但是這個一天當中呢 可能下雨就幾個小時 大多數時間應該都還不錯 所以請大家要帶媽媽出去玩的話 要選對時間 所以大致上天氣是還可以的 中午的高溫大概29到31度 有一點悶熱的感覺要出現 所以最近的天氣變化比較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威賴360 我們明天見